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儿闲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乾隆皇帝的皇子 这位皇子是谁啊 这位皇子啊,就是皇八子永玄 这皇八子永玄呢 还不要说在这乾隆一朝了 就是在这有清一代啊 也是能拔生粪数得着的皇子 那么说这位皇子有德性有本事吗 那倒不是 这永玄呢,主要站的就是一个呀 那活的时间长 哎,这永玄呢 他是整个大清朝活的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子 这爱心觉罗永玄呢 他出生于乾隆十一年的七月十五日 哎,要是按功力算啊 那年应该是一七四六年 他可一直活到了道光十二年 道光十二年的八月初七日啊 这位和朔遗亲王才空事 哎,这个遗亲王啊 您得分清了 他和那个雍正皇帝的十三帝 那个遗亲王不是一个字 这个遗亲王啊 是礼仪的一 要是按照功力说呢 这个道光十二年啊 可是一八三二年了 这老王爷呀 是充分继承了这乾隆皇帝长寿的基因 一下子就活了八十八岁 乾隆十一年的时候 这皇八子永玄呢 他出生在启祥宫 有人就说了 这故宫我也没少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启祥宫在哪啊 哎,这启祥宫啊 他现在没有了 晚清的时候啊 这慈禧太后大修长冲宫 把这个启祥宫啊 就和长冲宫并得了一起 哎,对喽,他把院墙给拆了 在乾隆六年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觉得这个永兽宫的斗匾呢 非常漂亮 哎,他觉得很合姚姓 于是呢 他就提起玉笔啊 一共写了十一面匾额 他为什么要写十一面呢 因为啊 这东西六宫加到一起 他一共是十二宫 哎,当然了 得加上这个永兽宫 所以说呢 这永兽宫的匾额既然有了 他就不用写了 他写了十一套 然后呢 就命这个宫里的太监俗辣呀 把这十一块匾额挂到了 除永兽宫外的 其他十一宫正殿的门额上 并且呀 挂成的那天啊 就下了一刀御址 这御址啊 是这么写的 自挂贬之后 至千万年不可煽动 即或嫔妃 以往别宫 亦不可代往更换 这大清国讲究的是啊 这祖宗家法不可变 哎 自治乾隆六年 乾隆皇帝留下这道旨意 挂上这些匾之后啊 还就真没人敢动 哎 可是后来谁动了呢 慈禧太后啊 哎 这慈禧老佛呀 觉着这个长春宫啊 他住着憋屈 于是啊 就决定啊 大规模的改造 这楼可以往高了盖 这地皮它长不出来呀 于是啊 就把这些院墙扒了 他把这最西侧的三宫啊 贤福宫 长春宫和这个启祥宫 就练了踪了 哎 这一宫啊 他不能有俩大殿呢 这启祥宫的正殿上啊 再挂上启祥宫 骂提了 他到底是启祥宫啊 还是长春宫啊 于是啊 就把这启祥宫的正殿 大扁呢 改成了太极殿 合着慈禧太后啊 就没拿乾隆皇帝这圣旨 当一回事 属于是笼子宰猪啊 哎 没听他哼哼 这几句谐言勾开呀 咱们就得书归正题了 咱们得说说呀 这黄八子永玄了 这聊黄八子永玄 从哪开始聊起呀 咱们呀 得从这乾隆三十五年 开始说起 就在这乾隆三十五年的 五月二十 早晨天还没亮呢 哎 朦朦胧胧啊 这一行人呢 挑着白沙灯 从这个隆宗门 进入到天街 进了这个乾清门 哎 奔上书房就去了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呢 就是乾隆皇帝的皇子们 您瞧 这些皇子们没有啊 哎 不好当 天不亮啊 就得到这上书房读书 这师父还没来呢 就先得淫败血 等到这师父来了 再挨着个的给上书 这读书之余啊 还得攻马骑士 哎 一直到这天撒黑啊 才能回到请宫休息 等于是这一天 除了这个晚饭之外啊 其他的饭都要从这个上书房吃 这些皇子啊 屡屡屡屡啊 来到这个上书房之后 等到聚齐了 他们才发现啊 在这上书房的墙上啊 今天啊 贴了一个告示 走近一看才发现 哎 这不是告示 这是一道圣旨 是这乾隆皇帝啊 连夜命人贴上的 这道圣旨的内容啊 很长 哎 内容主要是骂bug的 奇怪的是啊 这些皇子们看到这道圣旨啊 倒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啊 已然有一道上誉了 这五月十九号的上誉啊 是这么说的 八个卫行文奏 折字进京 官宝 汤仙甲 其二个师父 并未劝阻 叔叔不和 官宝 汤仙甲 拒 驻 革职 这具体细节不好理解 不过呢 这字面的意思啊 好懂了 就是这个官宝和汤仙甲啊 是这八个的师父 八个呢 私自从城外跑到城里来呀 这个师父是有责任的 说这个师父啊 没有劝阻 所以啊 就把这两位老学精啊 给革职了 说实在的 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啊 瞒得了外人 可瞒不了这帮上书房的阿哥们 这帮阿哥们心里啊 比谁都清楚 那是为什么呢 哎 为什么呀 就得看今天贴在墙上 这道圣旨了 这圣旨一开头啊 是这么说的 说这阿哥们呢 无论大小 都得在上书房读书 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 因为这个皇子啊 生来就得有规矩 一行一动啊 都得按规矩来 这原文上说呀 叫魁不必慎 意思就是说呀 这每走一步 这皇子们啊 都得谨慎着来 给这皇子们安排的差事啊 也都是啊 要遵守规矩的 就比如说吧 这每一位啊 这个派人去这个奉仙殿祭祀 哎 都是这皇子们啊 轮着班来的 这奉仙殿是什么地方 这奉仙殿呀 供着他们爱心觉罗家的祖宗牌位呢 可你说这八个永玄吧 前两天呀 私自入城 并没有奏报 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又没有跟这个师父啊 交代一声 完全呀 属于是不合理法 没有规矩 并且呢 这皇子啊 每次出行啊 身边都跟着这个伞大臣和这个大内侍卫 哎 这些人呢 也不知道这八个私自进城 他只带着呀 自己身边的几个随行 和这个宫门口的几个侍卫 就策马扬鞭 招摇过世的跑到城里来了 我这当阿玛的呀 要是放纵了他 以后啊 就谁都没有规矩了 从那个圣旨前头的这几句话呀 我们倒是能看出 这乾隆晚的反省了 他不是上来呀 就责怪师父们了 他倒是说呀 这个八个私自进城 不和师父关埋 也就是说呀 这八个入城啊 这个师父关宝和这个汤仙甲 根本不知道 哎 可是啊 这皇上嘛 既然给你格直了 哎 皇上没错 哎 格就格了 说完这些话 这皇上又重申了一遍 这阿哥们 齐局上书房啊 集体读书的重要性 这皇上说 你看啊 那个现如今 你们这帮小妈蛋的阿哥们呀 在上书房读书 你看这个四阿哥派馆 那个五英天等处的差事 六阿哥呢 派馆内务府 绵恩阿哥呀 这差事啊 他最牛 他已然是啊 这个乾锋营的统领了 哎 有人问了 这绵恩是谁呀 哎 这绵恩呢 是这个乾隆皇帝 大个永皇的儿子 您看这乾隆皇帝 对这个永皇不怎么地 态度啊 非常恶劣 把这个永皇啊 就活活的给挤兑死了 可是对这孙子呀 那太好了 您要是想听 这个绵恩的故事啊 您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要好抓紧时间写稿 把这故事讲给您听 您瞧这绵恩呢 虽然是孙伙计 但是他是大阿哥的儿子呀 他和这帮叔叔们啊 差不多都边边大 这乾隆皇帝说呀 说你看啊 这帮阿哥 虽然啊 有自己的办公之所 但是啊 在无事的时候 仍然得到这个上书房啊 来料理功课 该席文的席文呢 该练武的练武 这个八个进城这事啊 一开始啊 朕本来不知道 因为这京城大汉呢 前些天朕呢 就给这个诸皇子们一个差事 让诸皇子啊 两人一班 到这个黑龙潭啊 去骑雨去 这八个呀 和这个十一阿哥 是一班 哎 咱们书中暗表啊 这两个人呢 他是亲哥俩 都是这个 书家皇贵妃所生 我这一嫁过来啊 就只来了十一阿哥一个人 哎 他跟我边瞎话 替他的哥哥折呢 想把这份啊 给他腻上 人家说了 这皇上原话是这样吗 您瞧 我这给您说书 我都虽不重不远矣 您瞧啊 这皇上原话啊 是这样的 设稍为其凶 掩饰 迷份 其百欺负 这皇上说 这十一阿哥呀 你小子 还想骗爸爸 朕呢 就不是那惯孩子的人 所以说呢 今儿得把这话说在前头 好好的批评批评你们俩 并且呀 包括这个Bug 以及这个Bug的师傅 还有啊 安达 这个安达呀 应该是朋友的意思 不过呢 在这儿啊 可能单指这个 交习Bug 骑射的师傅 分别给予警示 并为民切介于 另路一通 实贴上书房 使皇子等朝夕观醒 之所劝戒 弄明白了吗 您 哎 实际上 这乾隆皇帝呀 这雷声大 鱼点小 巴掌举的挺高 落到屁股上啊 挺轻 并且呀 不但是这样 还捎带手啊 身吃了这个文老师 和武师傅 要说呀 这八个犯的错 他小吗 不小 哎 汪中了说呀 那是欺君 是抗旨不尊 汪轻了说呀 那也是忤逆皇帝 可是除了羞扫羞扫 面皮 他也没见 有过多的这个惩罚 哎 这里边啊 其实啊 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八个 他是个可怜人 这乾隆皇帝呀 心疼他 因为这个儿子啊 从小就有残疾 他是个瘸子 这个从李朝实录的记载上啊 我们就能看出 这八个呀 是天生犬 烙草啊 他就有残疾 所以说呢 这皇上对这个伴儿子呀 他就比较偏 偏的表现呀 就是对他要求啊 并不是很严格 有人说呀 是这乾隆皇帝 惯坏了八个了 导致这个八个呀 性格不好 而且呀 常办一些个浑事 浑事 这朝鲜人写的史书啊 行政院日记 里边啊 直言不讳就这么写 乾隆四十六年 四月十八日 彼国既以乾清宫 一照定为家法 故雍正以后 无欲见之归 赤白如乎 闻皇子数十人 凌落殆尽 现在者值五人 第八子 宜郡王永玄 纵于拜礼 性行不良 半僧之来 醉喜六王 而永玄断不许接见 竟失拜业 云是白旗 这里边啊 透露出两点信息 其一呢 就是表面上的 这里边说的很清楚了 这西藏来的大活佛 哎 这来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这个 黄六子永荣 这个永玄想见见呀 这大活佛直接就说 哎 不要让他来 我呀 不想见他 还有一层呢 暗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朝鲜使臣呢 他就不看好 这位有着朝鲜血统的黄八子永玄 哎 为什么有朝鲜血统啊 因为呀 这个永玄的额呢 这个书家黄贵妃 他就有朝鲜血统 那自然永玄也有朝鲜血统了 不过在我看来呀 这帮孙子全是视了眼 不论是朝鲜人 还是这番僧喇嘛 他们看这个永玄呀 身有残疾 哎 是个瘸子 视为呀 这六根不全之人 怎能居庙堂之上 这永玄自然呢 就不是这皇位的继承人 既然呢 你都不是黄楚啊 我们也没必要哈着你 所以说呢 该不见就不见 在这史书上啊 自然是把这个宝啊 压在那个最有可能当皇上的皇子身上 所以说呢 这帮孙子是视了眼的 不用多分析 从这话头上就能听得出来 那么说这永玄真的就是一个懒散王爷 只会吃喝 吟师作对 建长书画吗 当然不是啊 乾隆六十年的九月 这永玄呢 被补为整红旗 满洲都统 要说最露脸的 那是嘉庆四年的正月 被禁封为亲王 并且呀 总理吏部事务 哎 他上吏部干嘛去了 这吏部啊 是和珅的老卧 和珅倒了之后啊 这永玄呢 是凤凰命刀 吏部清查着和珅的余党 哎 这和的人呢 买官卖官 他自然都得通过吏部不是 干完这件事之后啊 这永玄啊 年纪也不小了 他这个兄弟啊 嘉庆皇帝就说了 内庭行走诸王 日入职 宜亲王 朕 掌兄 年于六十 东韩无事 不必进内 哎 怎么成掌兄了 嗨 这个其他的哥哥兄弟 都没熬过他 这会儿啊 走儿妞心了 自此啊 这王爷啊 就算是闲差了 哎 一直啊 在这王府里啊 安享晚年 活到了八十八岁 道光十二年八月 轰式于府邸 享年八十八岁 这道光皇帝啊 赐桑仪之银五千两 并且呀 亲自到这个王府赐祭 给这个亲王大爷赐的嗜好啊 是甚 从这个嗜好 其实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老王爷八十八年啊 活得非常谨慎 并不像其他人评价的那么不堪 得嘞 今儿这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在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